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今天咱们继续聊这个活佛转世的故事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四世达赖喇嘛,也就是这个达赖喇嘛世系当中唯一的一位外族的蒙古族的达赖活佛 原济了,原济了之后啊,这强硬的藏巴韩,也就是西藏地方势力的韩王,就禁止了达赖一系的准事 因为这藏巴韩呢,他是支持嘎举派的,这格鲁派在拉萨的三大寺这群高僧们呢 就从后藏扎什伦布寺请来了罗桑一级奸赞,这罗桑一级奸赞呢,是四世班禅 可是这个四世班禅是后来追认的,这会儿这格鲁派还没有班禅世系 可是呢,这四世达赖一元级,藏巴韩又不允许这四世达赖啊再转世了 现在这格鲁派最高身份的高僧就剩下这位扎实伦布寺的四主法座罗桑一级奸赞了 要说呀,这四世班禅的有主意,咱们暂且就称呼他为四世班禅 因为您好理解,好记住,好知道他是谁,他这名字呀,实在是有点啰嗦 这大师啊,首先借助这个蒙古土摩特部,两次攻打拉萨 并且给这藏巴韩造成了重创 老藏巴韩死于天花,是新藏巴韩刚刚继位 这藏巴韩本来呀,就喘不过气来呢 这会儿啊,又得了重病 这四世班禅大师,罗桑确疾奸赞 就借着这些个机会,不但医好了这个新藏巴韩的病 并且呀,说服了藏巴韩,允许这达赖喇嘛世系转世 那么说这达赖喇嘛世系转世 对这皇教有多么大的影响呢 哎,说实话影响很大 当时啊,还没有班禅一系 也就是说呀,这达赖喇嘛一支转世 是这个皇教唯一的一支领袖转世系统 如果这个系统消亡了,那么慢慢的 没有真正的领袖出现 这皇教格鲁派也就慢慢的消亡了 那藏巴韩政权这会儿啊,正是主佑 虽未国疑啊,但是也是够呛 又是大病出狱 所以就勉强同意了 这达赖世系继续转世 这就是罗桑确疾奸赞 也就是四世班禅活佛 为格鲁派在这会儿做出的最大贡献 他还有其他贡献吗?有 这会儿啊,虽然藏巴韩 同意了达赖喇嘛这一世系继续转世 但是背后的动作呀,还是有的 那这背后挑事的人是谁呢? 是嘎举派 嘎玛嘎举派红帽系的活佛 六世红帽系活佛 名字叫做曲吉望丘 要说这位曲吉望丘啊,历史上也留下过一笔 并且呢,在史书上记载他呀 唐伯虎的美人 宋徽宗的鹰 全都是好话 哎,说他呀 对这个木土土斯所堪坷的大藏经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很少有人呢,提起他是怎么死的 他死前都干了什么 实际上这六系的红帽活佛呀 他就是这个反皇教 反格鲁派联盟的背后组织者 那么这个反格鲁派的联盟 都有几股势力呢 首先呢,就有他们嘎玛嘎举派 还有呢,就是藏巴汗 再有啊,就是外来的两支蒙古力量 一支呢,就是林丹汗 另外一支啊,就是现在正在往拉萨发兵的雀徒汗 不但如此啊 他们还联系了康区的白丽吐司 这是一支吐司力量 也加入了他们打压格鲁派的同盟 气势汹汹不说呀 还非常的壮大 也就是说呢 现在广是藏巴汗一家软和了呀 对拯救格鲁派也是没有多大希望 因为呀,人间雀徒汗的儿子 叫做阿尔斯兰 带领着一万多蒙古兵 已经在从蒙古杀向这个拉萨的路上了 这支队伍啊 由这个阿尔斯兰带领 可不光是蒙古兵 这里边啊 还有这个反皇教联盟的召集人 也就是嘎马嘎举派的红帽系六世活佛 这位下马巴名字叫做曲吉旺秋 这会儿啊 这六世下马巴活佛 心里啊 别提多痛苦了 就好像这三福天大热的天气啊 吃了一块凉稀果一样 他坐在马上啊 看了看身旁的这位蒙古王子 也就是啊 这个阙徒汗的儿子阿尔斯兰 再看看身后这一万精壮的蒙古骑兵 他想这回啊 这格鲁派啊 肯定是完了 只要是一进藏区 见到格鲁派的寺院呢 先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改宗改派 哎 改到我这个嘎马嘎举派 最好是改到我红帽系的门下 咱们一切是还泽罢了 如果你要是不同意啊 那就是贵重物品一抢 然后就是徒僧烧庙 可是啊 哎 没高兴几天呢 这大队人马呀 突然不走了 这活活以为就是临时驻扎 可是没想到啊 这部队在此地一扎仗啊 就是一个多月 这六世夏马八呀 和这个王子啊 他也不住在一个大营里边 所以说想问的也是不方便 问旁边的这些蒙古骑兵 人也不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啊 嘿 您猜怎么着 这拉萨呀 他来人了 就是这格鲁派派来的使者 谁来了 这个人的名字呀 叫做索南柔丹 是前两年元纪的四世达赖喇嘛的管家 哎 也就是这达赖喇嘛最亲近的人 那么说 他这会儿一个格鲁派的大喇嘛 他跑到人家雀涂寒的队伍里干嘛来了 他不怕死吗 那谁都知道 这支一万多人的蒙古军队呀 到拉萨 就是为了要以强硬手段去灭了格鲁派的教 哎 难道说他就不怕死吗 哎 他还真不怕死 他是领了现在格鲁派的实际当家人 四世班禅大师罗桑雀姬兼的发指 颠巴颠巴的跑到军中啊 光明正大的来 哎 行贿 再看这位索南柔丹呢 身旁就只带了两名小沙米 哎 就是为了伺候自己的起居 后边啊 赶了十辆大车 这大车上面呢 都盖着毡布 那所谓的丛人呢 也无非就是十几个呀 赶车的仆丛 来到这个圆门以外呀 执名典姓就要见这个大汗的儿子 阿尔斯兰 没错 除了这位王子啊 人家别人不见 这王子一听 外边怎么着 有一位格鲁派的高僧要见我 这格鲁派行啊 真有高人呢 真有不怕死的人呢 这会儿啊 就有大臣给出主 也是王子 咱们不见 红帽子嘎举 厦了巴活佛 可还是咱们后营当中呢 这能要让这位活佛知道了 您见这个格鲁派的高僧 这不合适 这个 这阿尔斯兰一听就急了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咱们出兵打仗 还不就是为了他们 也不知道啊 这嘎举派这位活佛 用了什么仗验法了 骗得我这富汗呢 又出兵又出钱 替他们打仗去 等到打完了仗啊 咱们一收兵 咱们能得着什么 他们还不就成了真正的西藏王了 所以说呀 这红帽活佛啊 他即便知道了 他也不敢说什么 再扯了 这格鲁派的人都找到家门口了 咱们还不敢见 咱们难道还怕他们不成 见见 于是这王子一声将令啊 就把这个索南饶丹呢 传进了大仗当中 那十几辆马车呢 自然也赶到了 这个王子的行员当中 这索南饶丹呢 站在这个行员当中啊 也不禁大仗 面对这个王子啊 那是笑而不语 再看这帮丛人可忙了 解车卸车呀 一箱子一箱子 从车上啊 就往下搬东西 那往哪搬呢 直接啊 就搬进了这个王子的大卧 这大卧是什么呀 咱们前都是讲过 这大卧就是啊 特大号的帐篷 一般都是主帅 国王 大韩 皇上所居住的大帐篷 才叫做大卧 一会儿啊 这十几车可就卸完了 这大帐里边啊 也堆的是满满灯灯 这会儿啊 这索南饶丹呢 才一步三摇的进了大帐 一边和这个王子寒暄呢 一边就打开了这些箱子盖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一个一个的把箱子盖啊 都打开了 随着这箱子盖的打开啊 身边的一些蒙古将领啊 就连这位王子 阿尔斯兰 眼睛都瞪直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箱子里边 没别的 全是金子 有的箱子里边啊 是金饰品 有的箱子里边 那干脆就是金条 金元宝 这阿尔斯兰傻了 当场就傻了 虽然自己贵为王子 可是也没见过 这么多的金子呀 立刻这口分啊 就变了 他本来想啊 横眉立幕的对待 这位格鲁派的特使 可是这会儿啊 他嘴瓢了 他说 大大大大师 您这是何一呀 这索南饶丹 跟这个王子说呀 王子殿下 我这次来没别的意思 我是来传法的 我觉得我们格鲁派 这些教法教义啊 是整个藏区佛教当中 最玄妙高深的 我觉得一定能够打动您 从此呢 您一定啊 能归到我格鲁派的门下 这王子指了指这些大箱子说 那这些呢 这索南饶丹说呀 这些呀 就是我传法的法器 您要是觉得我的法还行 您把这些法器收下 我的法就算传完了 并且您成为我们格鲁派的信众之后 为了支持您的军队 为了支持您本人 为了支持大韩 我们呀 还有更多的法器相赠 这王子阿尔斯兰 他不是傻子呀 他立刻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这哪是传法呀 这明确就是行贿 他一琢磨呀 我们带着这一万多蒙古兵啊 跑到拉萨 即便是把所有的庙都抢干净了 那也得跟这个噶马噶巨派 红帽戏 还有啊 这个藏巴汗掰把 到时候能分多少 可就不一定 即便分了 那最后也都是送到我富汗那 我得着什么了啊 那从现在这种局势看 那这些个金子和将来那些金子 那可就都是我的 那还犹豫什么呀 倒身下败呀 这索南饶丹 就不下驴 就给这位王子阿尔斯兰 受了灌顶了 那说句不好听的 这王子阿尔斯兰呢 就是这位格鲁派大师索南饶丹的俗家弟子了 从这个营地一停就是一个月 干嘛呢 人家师徒二人呢 天天呢 就在这个前边王子的大波当中啊 畅谈饮宴 那气氛那就别提多和谐了 可是后边还住着这个噶马噶举拍六世红帽系活佛 曲节忘秋呢 一天两天行 在这一住就是一个月 实在憋不住了 最后只能往这个王子的大帐当中闯 哎 就凭他呀 一个和尚还闯大帐 连行员也没进去 到了行员门口啊 就被蒙古兵拦住了 这蒙古兵啊 看见这位红帽系活佛呀 态度是原来都不一样了 颤着脑袋点着脚 佛爷怎么的意思啊 您什么事啊 这活佛翻了翻了眼 看看这蒙古兵大个子 心的话说 你这是跟我说话呢 画着脑袋抱着肩膀垫着脚 可是人家拦着圆门不让进呢 也得客气客气 说我呀 要见王子有急事 这蒙古兵啊 真对得起他 说您见不了 忙着呢 我们王子忙着呢 王子忙什么呢 王子忙着跟老师聊天呢 新任的师傅 这会儿这老师正在给王子讲经说法呢 这黄帽活佛一听 哪来这么一位老师啊 要是真的给这个王子啊 灌顶 那也得是我呀 那也不能是别人呢 这活佛呀 压了压胸中的怒火 紧接着又问 不知道王子这位老师是哪家高僧啊 这蒙古兵说呀 就是格鲁派的大师 四世达赖喇嘛的管家 名字叫做索南饶丹 这红帽活佛差点啊 一口老血喷出来 当场就圆祭了 这不像话呀 咱们带兵是来打格鲁派的 这怎么办到杀出个程耀金来呀 于是他也不管这蒙古兵 拦不拦了 这会儿也顾不得礼数了 直接就跑向了王子的大仗 进的仗来一看果不其然 这王子啊 正和这个索南饶丹呢 两人相对而作 聊得正高兴呢 这六世红帽活佛也不客气 直接就对着王子说 王子啊 我找你有话说 这王子抬眼皮看了看他说呀 巧了 我找你也有话说 那这话头怎么也得让王子先说呀 这王子说呀 我如今呢 已经啊 受了索南饶丹大师的灌顶 皈依了格鲁派 所以说我的佛爷 您留在这儿就不太合适了 呵 这六世红帽活佛 曲节忘秋啊 这会儿恨得牙根子拔杖长 一甩僧袍 他说呀 那我就走 他走哪儿的呀 他又赶紧跑回蒙古啊 去找这个林丹汉 找去图汉去告状 这样他剪除格鲁派的计划 可能还有实现的可能 这王子说走啊 你是走不了了 你看看大仗以外 就是我给你准备的 这活佛王大仗以外 一看呢 大仗以外有五个蒙古兵 这五个蒙古兵啊 牵着五匹剑术的高头大马 每匹马鞍上啊 都拴着一根长绳 这绳子头上都打着一个活结 两旁的蒙古侍卫一拥而上 把活佛可就架出去了 一个绳子套就套在了活佛的大徒脑袋上 五匹战马分向五方啊 最后只听咔嚓一声 之后的事啊 过于血腥咱就不讲了 总之这六世红帽系活佛 就在1635年 就原济在入藏的途中 前面说咱们播出以后啊 有好朋友就给我留言 说这个四世达赖原济了 藏拔寒下了令不让转世 那事隔这么多年 这达赖喇嘛灵魂没转世 这灵魂跑哪去了 哎 这是个玄妙的话题 今天呢 我给您讲不到这了 明天呢 我给您好好捋一捋 这四世达赖是如何转世成五世达赖的 得嘞 您早些着 咱们明儿见